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 今天带大家一起阅读的是科学人杂志 一样的邀请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嘉伟老师 老师早安 蓝轩早,各位听众们早啊 早 一开始我们要先从几则的科学人新闻开始聊起 这些新闻都是一些最新的 那也是最近的引起比较多争议的 其实我们就在礼拜二的经济学人杂志里头 才跟大家聊到说 关于在大陆的南方科技大学 有位霍教授 他用基金剪辑的方式 然后让一个双胞胎婴儿诞生的时候 他可以免除掉他们艾滋病的代源这样的基因 那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说 你说是好事啊 但是如果说透过基因剪辑 可以这样子剪掉这部分基因的话 还可以剪掉什么呢 好所以老师 这个话题好像跟我们科学人新闻里头的 勾勾也是透过基因剪辑 有一点点相关 对不对 我们的基因剪辑的整个技术 目前的发明跟实验性 已经越来越广泛了 是啊 在回顾过去三十十年来 这个基因科学的研究 就是这些研究 确实极其疑伏 stack 每一次都有相当意想不到的结果出来 我记得刚到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们教科书里头谈的是 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质 那也就是一个基因管一样事情 它制造一个蛋白质 同时参与我们人体的一个部分的活动 但是回想2003年2005年 我们开始把人类的基因的图符解开了以后 发觉我们人竟然只有两万个左右的基因 一开始说三万五 后来真正现在已经变少了 越来越少了 我们也知道人其实只有两万出头的基因 但是人有多少特质啊 我们身上可能找到十几万种蛋白质 我们这十几万种蛋白质管无数的事情 所以一个基因再也不是只有一个蛋白质了 也不只管一样事情了 那你想想看 大家为什么踏伐这个深圳的那位教授呢 因为他把一位婴儿从胚胎起 就把他一个基因 把他也精准的把他破坏掉了 因为那个基因正常的时候 是会引导这个病毒去感染 艾滋病病毒去感染身体的 所以如果把这个基因破坏了 病毒就不会感染 因为他就不入侵细胞了 虽然因此他再也不会被艾滋病病毒侵袭 但是呢 没有人知道那个基因是不是只管这件事情 对 对不对 因为现在知道的是一个基因管很多事嘛 那这就是现在对于 对心版的基因减击技术 在从两三年前左右出现以后 大家极度的赞美 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精准的切割手术 可以把基因做很精致的切割 但是现在呢 想清楚了这件事情就知道 好像不能这样子随意的做 尤其用在人身上 好像担心越来越多 或是他这些副作用 或是连带的一些连锁效应 担心越来越大 是啊 如果这个基因同时跟预防癌症有关系 那你不就是拿掉了他将来癌症几率就高了吗 所以这有很多的可能 最主要的关键 他直接用到人身上去了 这个障碍很难克服 你看看我们这期科学人的第一个科学人新闻谈的是 对狗做基因改造 对啊 同样一模一样的技术啊 但是对成年的狗的肌肉萎缩了 他们呢就用一种病毒 把这个基因带进去 去置换掉那个有缺陷的基因 这一来狗的肌肉就恢复正常了 而且恢复的状况蛮好的 大家极度赞美 你看看 这是精准的基因修复 基因医疗啊 对啊 因为他放了一只好可爱的米格鲁的照片在上面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哇 如果说是这一只狗狗 他罹患了肌肉萎缩 可以让他重新活蹦乱跳 该是一件多美的事情啊 这是今年在八月的时候 登在Science 就是科学大致上 赢得了一片赞美 你看人家怎么称呼呢 这个研究是首度成功应用基因剪辑技术与大型哺乳动物 没想到时隔三个月 大陆那个莽撞的科学家就推翻了这一个记录了 他直接用到人身上去了 所以老师你觉得这方面的争议跟两种不同的反应啊 他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就是纯粹是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别吗 还是说一个是基因萎缩 一个是 就是说内容是艾滋或怎么样 你觉得是哪一个部分 本质意义上相当 他犯了几个忌讳 第一个 用人直接跳到人身上来做 这个是整个伦理界还不允许的事情 那么再来一个呢 他没有经过伦理上头的检验 他们自己公司里头核准了 那个不算数嘛 是不是 第二个 他文章还没发表 自己就把他这样宣布了 大胆地用在人身上 如果是在三四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的时候 人类对于技术的那种 无比的崇尚期许的心情底下 或许会得到多一点的掌声 但是今天不然了 还有一个关键 他选择艾滋病 如果他是在二十年前做 或十五年前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赞美的声音还会一样的比较多一些 为什么 那时候艾滋病是绝症 对 几乎是不绝症 现在艾滋病人 现在不是了嘛 有合适的药 虽然昂贵 但是呢 吃着他 这个病毒就不发作 那既然已经不是绝症了 冒那么大的险 在这个小孩身上来 这样子做的话 那当然就引起了大家的踏乏了 所以呢 科学界 我明白的说 当考虑到人的时候 是有那么一个双重标准 那么选择题目对象的时候 也有动态性的变化 所以科学家有时候也蛮为难的 是不是 对对 但是这个基因剪辑这个话题呢 显然在未来呢 应该还是会不断 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 就是他必须要去克服的 跟面临到的 伦理上面的一些争议 适用在哪些地方 真的是会是 最重要的关键了啦 所以如果 如果老师这样 没有完全被规范 他真的就这样 偷偷在实验室里面做的话 那不是电影里面 那种什么科学怪人 科学新娘的那种情节 就要诞生了吗 通常在 比较成熟的社会里头 这个事情会受到规范的 但是在大陆上头 他们正在革命变动期 你看看 我记得是刚刚第一次新闻 是发布在人民日报上 没什么批评 大家赞美 是了不起的成就 隔了两天就变掉了 再隔几天 他的实验室就被关门了 我觉得这跟中国大陆 他们对于一些 所谓的尖端科技 采取一些很开放 百花齐放 然后百家争鸣 然后他们认为 有竞争才有突破 我觉得跟这种态度有关 就是如此 对啊 OK好 所以这个话题是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基因剪辑 在最近发生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案例 但是得到一些 正反完全不同的回响 老师提供我们的 有更多的一些思考 那另外一个既然讲到 像刚才讲到的 那个艾滋 事实上因为它有 很多的一些疗法 也因此是不是要 动到基因剪辑的必要性 所以这个 就是这种病毒的疗法 这一次的科学人 有另外一篇文章 子宫颈癌跟口咽癌 都可以有疫苗 这种疗法 好像老师很少听到 癌症可以用疫苗来防治的 是啊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 没试想到的事情 早是在台湾 我们可以认真的面对 因为卫生部才刚刚宣布 在今年年底 要对国医的新生 来免 女生来免费的施打 这子宫颈癌的疫苗 似乎引起了一些讨论 不过因为还没有开始 大家终究还等着看如何 科学人杂志的专栏作家 在他的健康与科学里头 就明白了现身说法 他说2006年 那是12年前 这个疫苗刚刚问世 他就让他青春期的女儿 去打了这个疫苗 然后隔了几年 再隔五年 儿子也打了 因为发觉 同样的病毒感染的 不是只有女性 女性针对的是子宫颈癌 但是如果这个病毒 侵袭男性的话 是侵袭口咽部 就是口咽癌 OK 可能是一些黏膜 因为同样的病毒 同类的病毒引起的 也因此同样的疫苗 都会发生功效 看起来在台湾 我们还真有点落后了 这一点有点后知后觉 是吧 你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对男孩还有效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 如果说今年国中女生 开始打这个疫苗的话 那照理来说 国中男生也应该要打 那他可能希望能够 避免的是口咽癌 是的 这是一个免疫疗法 是一个疫苗 它不是治疗 它是一个防疫 预防 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想到 对啊 病毒会导致癌症啊 那病毒会传染 如果没有深入的认识的话 可能会引起相当的恐慌 我觉得 基本认识要知道 文章里头就提到了 80%的女生 在一辈子里头 会感染到这种病毒 但是发作的比例 相对的要低很多 也就是 反复反复感染 那成为癌症的机会 才比较高 如果单次的感染 也许它可以潜伏很久的时间 或者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给排除掉 所以疫苗是有助于 让它不会发展成癌症 就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没有更多的选项的时候 老老实实的相信疫苗 比像川普那个样 是吧 对没错 好 我们就继续再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李嘉伟老师 来聊这期的科学人杂志 好 那刚刚聊完呢 最新的一些科学人新闻 跟现在时下刚好在讨论到的 基因剪辑的话题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很重要的疫苗 所以听起来的话呢 在今年啊 家里面有国中女生的话呢 鼓励她们 带她们去打这个相关的 子宫颈癌的预防疫苗 那男生呢 去看看卫福部的反应了 好 那另外的话题呢 也很重要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封面故事 睡眠了 那睡眠 因为现在好多东西 老师现在都好科技嘛 我会讲到这个 睡眠学习 其实也是跟 AI 讲到深度学习 而且呢 是不是可以透过 睡眠的时候 藉由声音 藉由气味 来帮人 也可以来做一些学习 事实上都是相关的 听起来好像以前不是说 有一度说可以学 一度又说不能学 就是 这是一个多曲折的科学认知的过程 对 文章一开始回溯了过去将近百年的认知 以及长久以前曾经进行过的实验吧 嗯 呃 就是在1942年吧 在一个科学营里头 对着那些喜欢咬指甲的小孩子们 嗯 晚上过了两个半小时 灯熄了以后 假设他们都睡着了 嗯 开始播放 哎呦 咬指甲是很苦的事情 啊 藏起来是苦的 对 指甲不好吃哦 不要乱咬哦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过了几天 哎 有不少的孩子不在咬指甲了 对呀 对 看起来很清楚的显示 哎 这是有效的一个 睡觉时候的一个矫正的机会啊 嗯 好妙啊 这个实验 但是过了十几年 他们做类似的实验 但是不是咬指甲了 就是告诉他在睡觉的时候呢 跟他讲一些话 后来发觉 哎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嗯 如果 讲的时候 他真睡着了 是了无效果 如果他半睡半醒的时候 这个效果是明确存在的 嗯 所以呢 就让这个领域沉寂了相当的时间 大家觉得 好像睡着了 就是 真正的失去了意志了 你跟他讲话 让他听音乐 想做任何努力 就改变不了个人 嗯 一直到十年前 这个领域又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发展 你看看他们怎么做的 他让一个人在睡觉之前 先记住东西的位置 嗯 然后 认识位置的时候 给他点玫瑰花的香味 闻一闻 嗯 那这两件事情就并在一起了 嗯 等睡着了 再给他闻 玫瑰花的香味 嗯 第二天问他东西在哪里 哎 闻过睡觉时候的味道的人 精准 就高了很多 嗯 这就代表 第一个 我们睡觉的时候闻得到味道 第二个 还能够把白天的学习 复习 给强化了 对 是吧 嗯 后来类似的实验就在 比较大幅度的展开了 他觉得听觉也有用 你真正 完全睡着了以后 耳朵没关啊 对 听觉还存在 而且还在强化学习 嗯 所以 这一来就让 晚上睡觉 这漫长的六七七八个小时 变成学习的时间的热桃 显然就要开始了 对呀 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吸引人的地方 觉得非常兴奋的地方 在于说 因为你白天如果要学东西 或者你要去强化你的记忆 好像得要经过一些努力 那如果睡觉的时候 不知不觉 但是呢 不管是用播放的声音也好 不是用气味也好 就可以帮助我们 突然间醒过来 诶 知道了好多知识 或者说很多 先年白天学的东西 诶 突然间都记得 非常的灵光 读好啊 感觉上有点 不费摧毁之力的感觉 你说多好 对啊 有诺妙哦 我们年轻的时候 读过多的时候 好多人都读过一本 叫美丽新世界 是是是 有有有有 你比如年轻很多 我们在那时候 可没别的书读啊 真的我有去重读 大家都看 你重读 对对对 那里头一个邪恶的帝国 用晚上睡觉的时候 灌输大家一些 要服从的话 等等之类的 这是一个统治君王的 一个邪恶做法 催眠 催眠 催眠他 在睡觉的时候 加强学习 所以这也有不太好 他们就把这事情给应用了 我就看到有一段 其实还蛮不错的做法 要戒烟 要戒毒品 对对对 我觉得还不错啊 睡觉的时候 给他闻烟味 对对对 给他闻那 臭烂鱼的味道 他把烟味跟臭烂鱼 混在一起给他闻 所以后来呢 你只要 醒来以后就不想臭烟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说 有关于睡眠学习 他其实比想象中的 这个议题 实验的内容 是更广泛 更好玩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很妙 而不是戒烟 他是说 让你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是用听的 还是用什么方式啊 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 总而言之 是需要复健的人 他可以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去尝试去理解 某个复健的过程 然后呢 去让你知道 说你的手背 要怎么样的运动 可以恢复你的运动能力 结果呢 他说是播放 这个相关的声音 结果醒过来之后呢 他的复健的 怎么讲 效率 结果变得很好 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啊 你说那一些 中风的长辈们啦 老人家啦 等等的 或是说 万一有什么意外 造成瘫痪的话 白天除了很辛苦的 要做复健之外 如果睡觉的时候 可能可以让他听到一些 更正确的 更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很棒耶 虽然应用机会是不少的 好好经营夜晚的睡眠 这些年来 显然有不少的事情发现了 第一个 他跟学习记忆相关 白天学得多了 晚上睡个好觉 第二天效果当先 那么我们特别请 高雄医学大学的教授呢 写了一篇相对应的文章 为你解梦 这是蔡宇泽教授 对 这个蔡宇泽教授很好玩 他自己做实验 找一些人来 让他在睡觉之前 去解一些 需要有那种 非常创意的方式 才能解答的问题 然后来看 这些人晚上睡得好不好 睡得好的 是不是解题的能力 就比较强 然后同时测 梦做得多 跟梦做得少 后来发觉 梦做得多 解题能量也加强 那个东西 似乎好梦 多梦有好处 这也不是全然的 在另外一个段落里头 提到梦做多了也不好 对啊 所以他就涉及到 梦多的时候 是所谓的快速动眼期 那梦比较少的 或者说比较不具有情节的 比较平淡无奇的 那个叫做 慢波睡眠期 但总之 讲到最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麻烦 人就是不得一刻清闲吗 就是说好 假设说是 就是快速动眼期 梦多的时候 学习能力很强好了 可是你会这个感觉 就当你如果 前一晚梦很多 其实你的睡眠品质是不好的 你第二天起来是有点累的 觉得好像没有睡饱的 所以如果说你让 大家在睡眠的时候 这么的管它是学新东西 还是复习旧东西 强化期 然后第二天 萎靡不振 这样子好像也不见得好 蔡教授又让这个事情更复杂化了 他在文章里头介绍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名词 叫做清明梦 对对对 他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这叫做清明梦 你曾经有过清明梦吗 有些人有这个特质 我不记得我又没有了 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老师你先说你梦多不多吗 或者你会不会记得梦 我记得不多 但是知道自己那些梦都很精彩 真的吗 五花八人 我做的最多的梦就是跑着跑着飞起来了 空中就像一个无人机一样的鸟侃 世界 这种梦从小到现在没有断过 飞起来的这个梦 还是各式各样的梦 跑着跑着就飞起来 当然梦的种类多的不得了 这样的 青春期到现在那种 不好意思的梦想也很多了 春梦 老师给我一个朋友一下 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梦好多 他梦起来 我觉得都是跟着那种 目前的科技创新 是走在同一路的 就是那种外太空的 什么研发新科技 人可以在不同的平行时空 等等等之类的 很厉害 基本上他如果醒过来愿意写作的话 是一个哈利波特 对对对 我倒庆幸的是 这种悲惨的梦似乎很少 每次梦中醒过来的时候 似乎嘴角都带着笑意 那很棒啊 所以但是你做梦的时候 不晓得自己在做梦 不晓得 所以我没有清明梦 我的梦很少 但是我有几次 而且我通常醒外 我都不会记得自己做什么梦 但是我有几次是觉得 在印象中有画面在动 我会知道 我现在在做梦 然后这好像不是真的 我有这种感觉过 蔡教授把这个事情 说的还蛮清楚的 所以我们白天看到的那些 都是一个平面的单一的画面 组吻下来 晚上这些画面会组合成 变成一个故事 这故事就我们的梦了 那看这故事组织的有多混乱 多精彩 那我们就变出各式各样 不同的梦境出来 对啊 所以OK 总之不管是自己 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做梦 就像是庄舟梦叠一 但是做梦 这篇蔡老师的 蔡教授的文章里面讲到 就哪些睡觉时候 哪些区域会比较活化的话呢 你的视觉感会特别清晰 哪些视觉区比较活化 你会比较有自我意识 觉得正在做梦 总之觉得人的大脑好忙哦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新的技术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过去找人做实验 你怎么去判别 他是不是真睡着了 是不是 那可能做装睡 来故意来讲些什么事情 现在就放到这种 核磁共振仪里头 那就显露无遗啊 他在哪一个睡眠状态 什么地方脑子 神经正在活动 都一清二楚的 所以这类的实验 让我们更清楚的接近事实了 真的哦 好 老师如果有人叫你睡眠的时候 还要继续学习 你会愿意吗 如果说未来的科技 可以这么精准 我不会排斥了 但是别 别 扰了我的好梦 哎 对 我觉得这是重点 不要扰了喉咙 扰了清梦 对 如果睡眠品质一样可以很好 然后呢 起来就哇 脑袋很灵光 很聪明 变聪明了 何乐不为呢 OK 好 我们休休回到现场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李嘉伟老师 来聊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好 那另外的一个算是系列的话题 都相关的是跟灾难有关 也跟这个气候变迁有关了 可能不管是暴雨 不管是这个地震 等等 海啸 那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日本的地震专家 他在日本的911前后 他做了很多次一些地震的一些观察 发现呢 好像地震并不是如科学家所说的 真的是难以预测 他说他发现在高空上 就是说300公尺的高空上 有电子的团块 会在地震发生前的三四十分钟 快速的聚集 老师这个蛮惊人的 如果是真的的话 三四十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啊 刚才说 你有两个数字要修正的 那是311 而非911 我刚才讲的911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个是300公尺 不是300公尺 三百公尺 不好意思 三百公里 你还记得311的时候那个惨状吗 那时候我正在台北街头 要到科学人杂志开会 路过街角的一个卖电视 电视机的店铺里头 无数的电视机同时播放 那个海啸袭来的画面 正合住了 我脚走不开呀 那么大的灾难 后来当然夺走了 一万多人 日本人一万多人的性命 如果地震能早知道的话 多好 白轩你有没有注意到 过去这一年多来 我们的手机 有 播过好几次 地震就要来了 有 是不是 但是跟地震来临之间 差几秒 几秒 好像就真的是几秒 就是几秒钟嘛 几秒能干什么呢 其实干不了什么事情 我后来想过这个问题 唯一的就是说 叫大家要自己镇定 要镇定 对对对 我们还是赞美 至少提醒我们了 也预先警告几秒钟了 如果那么大的灾难 而且到文章里头谈 灾难越大 地震的幅度越大 就提早观测到 300公里高的 那些电子聚集的现象 是越提前知道的话 那么就有充裕的时间来躲避了 这是很直觉的想法 对 这位科学家叫日智信介 他观察到了日本311 那是多久以前 2017年半前的事情 他注意到了 这个高空中的异象 后来他隔了几个月发表了 大家不太相信他 觉得这是一个过度渲染 也许就是统计上头的一个虚幻 不过把过往几次大地震 以及在那之后发生了几次大地震 调出那些资料来以后 都可以注意到同样现象发生 它都18次 蛮多的 对啊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观测记录 我就注意到 怎么观测 人造卫星观测 所以一个国家的科技进展 这个人造卫星 太空科技做得够不够好 对它的安全保障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的这种卫星观测 做得够好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保障 如果将来预报 是真正可以成功的话 那又多了很多好处 对啊 回过来谈 假如这是真的话 三四十分钟预警 到底是好是不好 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吧 老师可是现在先讲 那三四十分钟预警 目前到底被科学界接受了没 大多数我觉得肯定有这个现象 算肯定了嘛 那么多的正相关的时候 你要否定它 其实是相当的 对因为大部分的气象学家 都告诉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每次地震 气象专家也都说 地震不可预测啊 是啊 不过这个说法 逐渐的赢得了大家的兴趣 跟关注 那么往后当然还需要更多次的检验 困难在于 为什么地底下的地层裂开了 会影响到三百公里高的空中的 电的改变 对电子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 从地底下那种大面积的地层断裂 那种电子的转移 最后一路 异散出来 放大到了几百公里高的高空中 这个理论如果是对着的话 那当然就更支持了这个预测的可靠性啊 所以 人类终于真正找到了一个 能够超过几秒钟的预报了 我看了以后蛮喜欢的 对 不过刚刚老师提到一个就是后来大家也在讨论说好 那如果真的可以预报了 那换来了三四十分钟 好吗 有一个可能性是你大家可能本来过去 就找个地方就地躲避 躲起来 那现在可能要逃难了 那可能的状况是越逃越夸张 我们休息回来跟老师聊了这个话题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江维老师来聊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我们要聊灾难预测的话题 那所以刚刚讲到的说好 那真的可以预测就一个 我觉得有点两难 就你又希望能够预测 但是又觉得预测完了以后呢 怎么样子让这样的预测是发挥好的效果 而不是一个坏的结果 他们就举到说有过美国有那样的例子 就是大家要求疏散 就不要求疏散还好 要求疏散之后呢 整个可能呢小镇对外的都通通挤满了 像是末日逃难的人一样 结果你踩我我踩你还火烧车还干嘛的 就硬踩死了好多人 在那个事情真正能够落实之前 这个社会上头的逃难机制的演练 显然需要承受 像台风来袭 你看看要撤离岸边的人 美国你看有时候一撤撤了百万人 几个城市同步撤离 但是那个是有几天的时间来应对的 所以交通的疏散等等之类的 是可以比较有规划 不过如果像碰到这种几十分钟的灾难 前置的作业该怎么进行 需要规划规划 对啊如果说你要是要逃避一个程序 往后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气候严重变迁的未来 不少这类的案例 我们都得好好演练 所以这边除了刚刚讲到说有些 你可能不预警还好 预警了以后反而发生更大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这个叫做灾害风险地图 这篇文章 他讲到的是 他是一群美国的应该是一些 气象跟灾难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为一个城市所打造在Houston 他们打造了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可以告诉当地的居民 这个叫做暴风雨的风险计算器 就是说你只要把你家的地址 把你们家附近的状况输入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一场呢 这个譬如说台风来临的时候 你家的风险状况有多高 你要不要快点 不是搬家啦 就离开你的家 还是待在家里面没问题 结果呢 不预测还好 预测之后迎来更大的批评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们对风的在意度没那么高 他们对淹水 暴雨的在意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这个范围不能太大 譬如说呢 大同区 或者说是 譬如说什么文山区 这样子太广泛了 他到两条街 你是隔壁巷子 我是那条巷子 很可能状况都不一样 我的可能地势凹一点 你的地势可能高一点 就你不用逃 我要逃之类的 那这个东西 因为当初没想到 哇 结果呢 被骂到爆 那所以他们就重新进行 更多的一些修正跟调整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灾难预测 可能不只是要去考虑 是不是可以预测 而是要怎么预测 对不对 还有各个家庭 怎么去应对 他周边的洗劫变化 台北不前一阵子 也下了场暴雨 对呀 我们科学人杂志的发行人 王荣文告诉我 他是灾户之一 因为他们家的墙 中间跟附近 有那么一个窄窄的小巷子 即可容身 但是那个小巷子就积水了 那水从窗户半人高的地方 就渗进来 他的书柜受损 他的书也延了 这个事情 人家再怎么预报 也预报了他这个细节 就是啊 书房漏水 面对这样子的不测的未来 我们自己 都有很多应变的措施 对呀 像我们现在的预测 包括像高雄的那一次 暴雨就造成五千个天坑 那当然我想 他的整个的施工 一定有他的一些缺陷在 但是那样子的一个暴雨 施钱好像也预测不到 那么的精准 所以怎么样子 把水给排掉是很重要的 对 各个县市 不止南部啦 我觉得各个县市的市长 县长刚刚就任 他得好好的 规划一下子 在这个极端气候底下 他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我一直觉得难度 一定很高 不过呢 用数字来显现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多短的时间 下多少水 事实上是算得出来的 我意思是说 事后评估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么这些水落下来以后 对周渠的排水的速度 有多快 把这些给精细的计算 用数字来检讨 我们现在的应对能力 到底够不够 不够的话 该怎么从哪个地方增加点解决 就我很开心 韩国瑜找了李洪远 去做他的市政顾问 说半年 他们要达成一个目标 把这个治水 给作为另外一个境界的提升 我们很期待 也希望不止他们做 每一个城市 都认真都要做 对啊 没错 不管是预测之外的 各式各样的防备 或者是包括这种驱散 迁离的这些路线等等 都是需要规划的 好 非常谢谢嘉伟老师 在今天给我们介绍 精彩的科学人杂志 谢谢咯 好我们下个月再见 是的 好拜拜 拜拜